今天逛了一个新店 你看叫硬核星球 Tough Planet 这是在陕西南路 然后对面是Aloha 我之前有拍过 就在那个地方看到了吧 你看他们的这个餐厅 只做得蛮有意思 Let's do some more fun 没有那么多规则 玩就对了 是这个意思吧 跟我们的这个咖啡不较之的 这种还有点像 李秋秋 她是一个涂鸦艺术家 这是一个纹身艺术家 你看他们也是两只 拼配 深 浅 像你们平时每天喝多少喝杯 也是喝很多的对不对 没你喝的多 没有人有你喝的多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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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话就可能 早上中午午晚上 就各有一杯吧 平时品尝的话 主要是校准的时候尝的多一点 然后她的 对 希望早点 她的口感比较干净一点 主要还是有干净的调形 要带点花香味 这个馅一下可以尝一尝 哎 你是那个 这个 不是 不是 下一窗 你是那个 谁学谁 你看这个是今天的战绩 一个是希望庄园的日晒的龟下 这一只真的是太牛了 喝起来真的就像是非常清新的梨子 加上菠萝的果汁的这种感觉 太棒了 还有这个是香草的 喝起来平衡感还蛮好的 带一点香草的这种香气 这个是上海mant 这个呢喝起来就是巧克力厚重 带点坚果的味道的感觉 拜拜 拜拜 看到 看到 还有点太凶 看到 哈哈哈哈 这是个坐顿 啊 这是个坐顿 坐上来能知道自己多重 哇 为什么啊 哦 这是一个 我的天 现在到70了 看看我70公斤 脚抬起来 完全抬起来 哎 对 你看一下我 我可以的 你才50 多一丢丢 我脚抬起来我有50了吗 就是你可能有衣服嘛对吧 对 你如果还是没有衣服的话 可能就是40多嘛 哈哈哈哈 谢谢 这个真的是有意思的 来了来了 快坐一下 好玩 坐好玩 可以撑起来 来 坐一下 嗯 哈哈哈哈 听到这里会有一个呲的声 然后你按一下它这个 哦 好的 好的 这是个煤气脏 不是 对 这还可以空透了 他们的这些家具做的 确实是 这些都是定做的家具 可以从这边上二楼的 这两个就是用回收鱼网做的包包 嗯 对 然后这些是用回收塑料瓶做的 哇 现在好多这种品牌的这种理念做的好好 对 然后这个是跟那个野事服合作 就是他们都放这儿 这个是那个马斯维的制作人 嗯 这是我们跟好评做的 这个是用海洋塑料做的 李小柯 然后AMB brand 然后那个水果 现在做唱片的那个品牌 这个品牌做得挺好的 然后这个是冰棒球品牌 嗯 我们打乒乓球应该是非常厉害的 还不错 刚刚拿的 绝对是很厉害 刚刚拿的 才拿业后一名 就是刚刚那个品牌 小哥走了 拜拜 拜拜 准备撤了 准备撤了 我这个店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硬核星球 一楼二楼都可以去逛一逛 好吧 嗯 这边有家咖啡店叫Benz Cafe 然后呢 在这边关掉了 我之前来喝过一次 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台湾卤肉饭 我经常在这家吃 我就发现了这个店 之前在这边喝过 非常的澳洲风 搬到别处去了 还是怎么的 贴了一个5块一个的这些 闭店之前要卖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非常喜欢上海的这种小的咖啡店 是因为你看它虽然说是沿街的 但是你看它上边都是住户对吧 外边都会伸出来一个杆子 来挂衣服 晾衣服 那它这个就挂的有衣服 我最近来永康路会比较多一些 是因为我听说永康路有可能 有一侧会被拆掉 好 经常来多逛一逛吧 因为逛一次少一次 每次来其实这边都有变化 小变化或者大变化 走这家看看吧 因为这家我们没来过 我点了一杯这个粉拿铁 你会喜欢喝这种大变化吗 我喜欢啊 但这种风味中容美食我就不喜欢过 这种风味中容美食的话 你会感觉它香气的 它是有分离的 分离感 对 其实有点矛盾 奇怪就好像喝一颗冰的巧克力的水 但是还是有尽力用这个机器调到比较好的 三树的这些也是有客人会喜欢的 我喝咖啡其实也是 我觉得跟大众跟你们应该差不多 不是跟他们也都差不多 我感觉 你已经喝到怎么做这些事情 就说明你是个服务 不算 你知识体系还是男生真的吗 认知不太一样 最近逛永康路比较多 走啦 拜拜 拜拜 我决定了 就是之后每周末就会抽时间来永康路来逛一逛 大家伙们 你们真的如果要在上海 永康路一定要多来逛一逛好不好 真的是 蛮可惜的 我觉得 在Kistify这边订了一个手机壳 这些人好多 我之前就用了他们的手机壳 我觉得手机不管怎么摔 它保护的都非常非常非常好 如果一旦产生退款的话 我们要收你540多点半的钱 如果你要换过没有关系 如果产生退款 我就收你这个用心 好嘞 我预论是这样 就接不近 这个质量比较好 自然是这样 我来拿一下壳子刚做好的 嗯就这个 然后这边有个薄膜接点 放上来看一下 对看起来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猫猫猫2023 今天上海有那么一点点下雨 然后呢我坐个地铁去静安周边喝一喝咖啡吧 阿欣给我推荐了两家咖啡店 这两家咖啡店我路过过好多次 但是从来没有去过 其实我蛮喜欢上海这种天气的 就是微微的一点点雨 不是特别冷没有风 特别特别爽这种天 regards espresso 这个店我路过了10次都不止了 但是一次都没有来过 你看这里边是个小店 我们是卖咖啡的 好喝不贵 没有座位 酥美脑拼飞对吧 嗯 听起来不错 好想去泰国 听了这个名字之后 这是季节限定的 对 就是1月份到2月份 是的 我们是两个月花一只豆子 哇你看他们竟然也用 这个SNES的MVP Hydra 这个机器你是用变压还是用不变压 你们店里面竟然用这种机器 是的 我们是有专门的品控的 好吧 我工作室里面有一台单头的 我只是做咖啡豆测试用 这个苏美岛的这个卖的怎么样啊 挺好的 这个应该是增味豆对吧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喝起来还蛮舒服的 这款我们自己也很喜欢的 就是喝起来就是 虽然说它增味的 它是蛮自然的 嗯 还带点这种明亮的酸汁 周末他们的这个出品的杯量 还是蛮大的 它一直 小姐一直在做 现在呢我们赶往下一家 去那个Coffee Spot 我刚才在问那个小爷爷说 你们的普通的美食是15块钱 限定的美食是25块钱 那么这两种美食的表现的情况怎么样 他跟我说 工作日的情况下呢 上午 那它的日常的这个美食卖的就很好 如果是到下午或者是到周末的下午 它这个限定的美食卖的也不错 上午是为了这个提克神喝杯便捷的便宜的咖啡对吧 那么下午大家可能就是稍微休闲那么一点点就会喝这种限定的贵一点的25块钱的美食 这边这么一句话 你看这么小一个屋子里面全是人 那个进不去 哦就是他们每一款的豆子都可以做成黑咖和奶咖 就会把这三个做成一个套餐 喝一喝看了好不好 我感觉像他们的出品的方式也好啊 还有整个感觉也好有点像是OPS的感觉 还有里边那个小哥他竟然穿了一个OPS的衣服 他们是不是一家的呀 然后它整体的口感喝起来是温度比较低的那种 它不是属于就是你喝起来那种牛奶的温度是那种烫烫的感觉 第二口喝着有点像是奶油蘑菇汤 像这个的话我感觉好像是在吃西餐的感觉 真的有点像奶油蘑菇汤 然后这杯咖啡呢它是比较小小的 你看我三口就喝完了 已经没有了 感谢阿新推荐啊 好吧 如果不是阿新推荐我还不会来这个店呢 我每次路过这个梅龙镇广场啊 就这个楼 都能让我想到最初的时候 在这边的美国签证中心去申请签证的时候 哇我的天呀 真的是进到那里边之后 简直是安静的 吊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而且还能感觉到就是每个人在里边都是那种 心跳声都能听到的那种感觉 每个人都是紧绷着那种 有没有过相同经历的相同感觉的这种小伙伴们啊 这个上海很少有遇到这种澳门菜的对吧 他们的这个菜单 这个面就是让我想到了我在泰国的时候 街头小吃 澳门的小吃是很多都会有咖喱的这种味道吗 这个咖喱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如果你们要想在上海吃这种澳门的这种感觉的 可以过来尝试一下 我觉得还是有点他们的这个特色的 应该让我媒体传托了 我无论由你来看 我可以尝试到这种感觉 对大家